这个化妆台呢 应该是很多女生梦寐以求的 尤其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真的做得太巧妙了 我洗好脸从这个煮卧位置出来 就可以在这里使用了对不对 对 那还有重点就是说 因为其实女生的化妆用品是非常多的 那所以在使用上呢 我们要考量到很多上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化妆品的部分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静后的空间 哇 好多 去做放置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像比如说 滴滴灌灌类啊 或者是吹风之类的 它可以做这样的侧面的一个 一个恒拉的一个设计呢 都可以充分去运用到 这样的一个收纳空间 再来抽屉面呢 我不是使用暗面 因为通常我们在化妆台 在寻找这个化妆品的时候 通常都是要翻向倒柜 那所以我在台面上呢 用强化玻璃的部分 是让能够你 让你可以清楚地找到这样的一个 用品的配件 在什么地方 所以在这边产了一个 比较穿透式的设计 OK 那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是以这种饭店式的概念 触发去设计的 我想就是我们台座顶上 各位看到的这个灯箱了 是 那这边的话 刻意式的这个我们还是采用这个流明的设计 那圆树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带到了用卡点呢 我们去雕刻叶鼠所喜欢的花卉的图腾 那我们去把它做拼贴在上面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在未来的使用上 就是说可以逼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我们去做替换 OK 我们聊一下这个更衣是他本身的收纳量 也非常惊人哦 是 那这个部分 因为也是一个是一个L项的设计 那我们在这个穿衣镜的部分 采用横拉式的部分 去做这个区间上的分隔 那空间上的利用 从长卦的这个 这个衣物类 然后到折叠类 然后一直到我们所谓的领带和西裤架 然后我们的抽屉 到我们像业主他有收集许多的这个包包的部分 我们都把它规划在这个容领里面 而且这个门片本身 上面的镜面也兼了穿衣镜的功用 是的 好了 设计师 看完了这今天你的一些设计之后 我当然会替观众朋友问一个他们最想问的问题的 这是一个一楼跟二楼嘛 是 好 那这样子整个装潢加下来 我想问的是包含空调 还有它的家具 其实整个设计 多少钱 其实这整个设计呢 其实你们注意看每一个空间的调性 它并不会很复杂 那我们只是在材质上面 跟镜子上面去做变换 那像这样的一个个案呢 我们这个整个总体的预算呢 我们是大概是250万 什么 真的还假的 是 两层耶 是的 含家具装潢空调耶 是的 真的250喔 是 那我的房子有这样的质感 然后是这样的价钱 我找你做就好了 我真的很划算耶 是的 所以我觉得说设计的部分 并不是需要很繁复的 我想良好的沟通跟材质上 能够做好运用的话呢 我想是可以以我们的预算去达到目标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一个案例 对 今天呢我觉得校成的案例会让大家知道 其实呢就算你是有有限的预算 也是可以做出这么好的质感 同时呢机能也这么的齐全喔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校成喔 不要找你了啦 OK 谢谢你 谢谢 哇 连倩云都心动呢 因为设计师在各种材质上的搭配 绝对不马虎 同时呢 有挑高六米的气势 再搭配上水铺概念的吊灯 而开放时的餐区动线也相当顺畅 这令人惊讶的是 所有的装潢费用支出就有如同列表上的金额 也提供给想装潢的你来做参考喔